新鮮蝦子 前期 圍爐夜當晚餐飲營收上看一千兩百萬 圍爐需求大增 位於中山區的精華酒店 甚至除夕到初二定位全滿 業者預估春節檔期業績 將較去年同期成長超過兩成 創下歷史新高 主打精緻餐飲的旺豪酒店 中餐廳的除夕預定 更早在去年九月初通通定滿 讓除夕圍爐業績早去年成長20% 老字號 圓山大飯店五間餐廳預約全滿 業者估計除夕圍爐人數約兩萬六千人 到去年成長3% 去年才開幕的台北漢萊大飯店 罰費餐廳十一月開放冬天 除夕圍爐預約就被訂滿 原品國際酒店也預估除夕圍爐席次 會在今年一月全數完售 業績將增加15% 大飯店秀出豪華菜色 積極搶攻 圍爐團圓時刻也趁機重一波業績 華視新聞時刻羅大偉特別報導 哈囉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